我们先画一个方块,这个方块的部分的话 它的尺寸还记得吧 100 80 50 画的方法的话 就是举行,你就点一下 这边有个方块 方块点下去之后的话 直接在这边点一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at 一个小老鼠 相对于这个点的话就是 先x 100 80 0.80 0.50 这是第一种画法 画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在前方需要有个斜坡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这边里面的 各位可以看到上方有个什么 楔形块 这个楔形块 特别注意 你有没有放在上面,它有个好处 它会出现相关的说明 让你知道 那里面的话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所以一定也是什么 xy 然后再一个z xyz 所以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 接下来你选择第一点 第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这一点 ok 再来的话 其实也有几种画法 跟那个方块很像 你可以l enter之后 然后xyz 或者是你直接什么 小老鼠 先点第一点之后 小老鼠 100 因为我们x方向是100 然后100 然后痘点 一样给它一个y的值 那y的值的话也是80 然后痘点 高的话也是50 enter 我们就会长出一个斜坡出来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 其实就跟那个 上个礼拜 那最后把它涂为颜色 你这边把它涂为颜色 我是把它涂成黄色的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涂成一个黄色的 ok 然后这地方就可以一个黄色 或者你可以用第二种方式 我们也是这个 其实屑形跟矩形 这个方块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 它最后多了一个斜坡 那画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 第二种画法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在底先也是要先 这一点先点下去 再来的话呢 它底下会问你说 指定其他矫点 或什么呢 那你可以输入什么 输入L L enter L enter之后的话呢 它会先要你 然后你 请你给我什么呢 一个X的值 那你会发现呢 刚好这边也会产生一个虚线 就是告诉你说 请你画 给我这个方向的一个值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虚线刚好就是 跟X是平行的 所以第一个方向呢 我们给它100 那你就输入100就可以了 直接在这个地方 下方直接就输入 或者是直接输入100 输入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